大家好我是WonPone 本部片是熱帶蘇打群島 新手入門注意事項的懶人包影片 天前已經有相關熱門角色的配料影片了嘛 所以這部影片就不會有相關的東西囉 首先玩家們剛玩這款遊戲肯定會問 遊戲的經驗堂穩定的獲得管道有哪一些 這邊分成三個主要的管道 第一個是我們的餅乾小屋 第二個是噴水池 第三個是我們的熱帶蘇打群島 首先餅乾小屋跟噴水池是我們基本的被動經驗 還有微量資源的獲得管道 噴水池的等級是跟著城堡走的 所以能升多少算多少 餅乾小屋這邊是推薦升到等級10 因為你經驗值時間上限的產量 才會來到基礎8小時 未來躺囊地競研究室這邊 我們把餅乾小屋的生產加速點滿 大概就接近7個小時就可以收成一次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接著熱帶蘇打群島 還有躺藏地競研究室 還有海灘交易所 除了城堡等級要上去之外 頂土也必須要擴張到相關的位置附近 才可以蓋這個建築物 以及解鎖後續任務 所以小玩家們前面會需要辛苦一些 那後面的話就會輕鬆很多了 躺藏地競研究室優先研究的是資源類的優先 比方像我們冒險體力降低 或者是紀念堂獲得提升以及生產加速 可以讓玩家們更能快速的獲得資源 可以參考我先前躺藏地競相關的說明影片喔 這個都會備註在我留言下面 接著是熱帶蘇打群島 是這一次改版的重點產物 玩家們的城堡等級需要到5 以及擴展領土到相關的地區 我們才可以觸發後續任務 也才可以出航 島嶼這邊是開拓的位置越多 獲得的資源越多 相關的資源每8小時可以運送一次回到王國 所以這是一個長期資源獲得的管道 也算是這一次改版最佛心的東西 再來這一次改版的海上貿易中心 城堡等級需要到8 並且擴展相關的領土到附近 才可以蓋後續的建築物 其中的海灘交易所可以兌換一些比較特別的物資 比方像我們生產物可以兌換經驗堂 長期下來也是一個獲得經驗的重要管道之一 但這個是隨機的 這也要看玩家們有沒有生產相關對應的產品喔 接著是生產資源格子上限的部分 有許多玩家在問我說我自己格子這邊建議的話是有哪幾個建築物 這邊是需要加開上限格子的 像比方說我們木匠小巫 這邊一開始的話格子只有4格 你要加開到7格的話就必須要再多花鑽石 像我們建築物統一的話 加開一個格子 第一個格子這個是300 第二個格子是500 再來是700 所以一個建築物要加開3個上限就必須要消耗1500鑽 以此類推 我自己的話最基礎的 木匠小屋還有豆豆果豆農場 還有方糖採食廠 然後餅乾風車 果豆莓果園 還有牛奶井 還有棉花糖牧場 這幾個我都是建議你的格子是要全開的 所以各位玩家可以稍微算一下這個鑽石的消耗量 因為像我自己其他的 像我們剛剛有打鐵鋪啊 還有果醬房啊 還有瑞士捲工房 還有麵包房 基本上我這些都是全開的 甚至是像高階的這個木桶休憩所 還有那個佐安法治點心房 這個我都是全開的 我只有金字珠寶店 到我們目前這個最高階就是14跟15等這個珠寶這邊的 我這邊的話金字珠寶店我只有開一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最基礎的這個糖衣戒指啊 還有我們這個皇家熊熊果凍皇冠 這個最低的話是4個半小時左右 最高的也是要7個多小時 所以我這個大概差不多開了4個左右我覺得就夠了 玩家們可以自己去拿捏一下 你的那個格子要開幾個會比較好 但是像我們前面講的這些木匠小屋啊 甚至是到我們牛奶井 還有到我們棉花糖牧場這邊 基礎的東西這邊格子我都是建議全開的 這樣子你可以不用那麼頻繁的去開遊戲然後來收產線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那個餅乾小屋一樣 這樣子你玩遊戲相對來說會比較輕鬆一些 接著來附上一下以上10個產線是不建議玩家們開啟的 如果有任務需求的話是可以選擇用鑽石把它來做處理掉 不要讓自己玩遊戲玩那麼複雜我覺得這也是蠻重要的 那如果已經開了玩家你就開了吧 在我們平常來解這種貿易中心啊我們這種交貨點數有沒有 相關稀有的產線還是可以獲得一些不錯的分數 或者是我們在解那個大貿易時代 就是那種另類的額外活動 還有解我們那種許願數的黃金願望 也可以賺比較多的錢 但大前提是這些東西會讓你的產線變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請各位玩家要注意一下喔 我們前面已經有先把基礎的經驗值或許管道還有相關生產資源東西都講得很清楚了嘛 接下來就來講餅乾的部分 前夕開局建議各位玩家要有個前排的角色 像突襲啊或者是防禦的優先 抽籍稀有來說建議的話就是黑巧克力跟草莓可麗餅 稀有來說的話就是勇士餅乾跟酪梨餅乾 超級稀有的補師則是推薦藥草 那稀有的話則是卡士達 另外玩家如果有多的時間刷開局 就可以偏偏看我們的純香草或者是海妖精 一個是上古餅乾那一個是傳奇餅乾 機率都非常低所以祝各位開局順利 出出角方面那個配料推薦影片已經有很多隻角色了 所以這一邊就不再贅述 接著來說明一下提升餅乾能力的寶物 寶物系統是通關主線第二章之後即可開啟 隨著我們的關卡進度解鎖最高能夠一次裝備3個寶物 寶物這一邊的話是主推我們的制勝秘籍 他可以使在場餅乾的攻擊力大幅提升 是個非常萬用的寶物 而餅乾和寶物的優先程度 請以餅乾優先 隊友是有一個超級稀有的補 或者是坦克 我們再來全力拼寶物 拼到有一個秘籍 因為秘籍他的出貨率也是1% 所以玩家們這邊就需要稍微辛苦一點點 像我們標準推圖的搭配方式是搭配了第一個是秘籍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的股東鐘錶還有堅毅右腳 秘籍的效果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這個使我們上場全隊的餅乾攻擊力有大幅提升 股東鐘錶這邊的話是使所有餅乾的冷卻時間會有減少的 然後再來堅毅右腳是使我們上場餅乾的防禦力提升 所以整個你有攻擊又防禦又減冷卻 是一個非常標準的配置 那如果過渡期還沒有拼到密集的玩家 則可以搭配我們的百度者鐮刀 用餅乾提升全隊暴擊率的方式來補足攻擊力的不足 這是我們幾個最標準的推圖配置 另外一個配置要比方做像玩具彈弓 這個是在我公會戰影片有非常常出現的嘛 因為是針對我們最後方的一個敵人有減少防禦力 那針對這種公會龍的單一敵人就非常好用 接著是糖果的部分 他是提升了攻擊力最高的餅乾的攻擊力還有暴擊率 如果你全隊只有一個主速速隊餅乾 你要拼瞬間的爆發是可以裝備這個道具的 但這部影片不會有太多寶物的介紹 所以主要的話是要來推薦幾個寶物可以適合玩家們快速成長跟推圖用的 接下來要來補充的是我們下面這兩個 分別是我們起司火鳥零錢包 這個是我們在推圖的時候可以額外獲得金錢 以及銀性強盜的魔法金庫 這個也是可以獲得額外的金幣 因為以上兩個道具除了賺錢之外都沒有額外的能力 只適用於你推圖輕鬆的關卡可以來做使用 然後來加減賺點外快喔 之後來說明一下這個優先順序是在我們的餅乾以及寶物之後的地標 地標這邊的話有分我們的輔助地標跟屬性地標 建議玩家優先先拚我們的屬性地標為主 這樣子可以提升餅乾的能力 首先建議的話第一個 第一個是我們這個沉睡果凍事項是提升餅乾的攻擊力 第二個混沌魔王城堡 這提升我們所有餅乾的傷害抵抗率 第三個流離露水花園這提升所有餅乾的體力 第四個蒙古手藍鬼屋是提升餅乾的爆擊率 因為多數的地標在建造的時候你是需要消耗很多的資源或者是鑽石 優先建議是以屬性地標來做優先 還有一些玩家一定會問嘛 像我們的這個低度摩天輪啊 這個是給餅乾的碎片 接著是我們扭蛋機還有給碎片 但短期的話這個效果是看不出來然後你還必須要消耗1萬轉 所以資源吃井的玩家可以先緩緩也沒關係 接著這個帕費研究工坊是我們工會的建築物 這個的話是可以產我們工會經驗值的素材 大部分的工會會長應該都要求你們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可以慢慢提升工會經驗值 上透整聊所這個是可以產極光素材 這個也不是非優先的 所以那個資源夠的玩家再來做處理 蛋糕塔這個是我們的混沌蛋糕塔 我們必須要爬塔爬到一定的程度 獲得更多的蛋糕碎塊才可以建造這個建築物 所以這一個就是戰力過的玩家還有你們爬塔數過的玩家 就可以建造這個地標 所以這個也是時間的問題 閃亮骷髏島渡家村是我們這一次改版的主要地標 主要的效果是直接回復我們的冒險體力 可以讓我們繼續推圖這樣子 而滴答餅乾棕樓這個則是優先建議來蓋 因為這個可以提升我們的工作生產時間 就包含像我們其他生產建築的效率 所以這個很建議各位先來做處理 劇情甜甜塔跟我們剛剛的那個度假村不太一樣 這個是降低體力果凍的恢復時間 而度假村則是直接給你體力果凍 另外星星堂天文台主要的話是戰鬥結束的時候的錢幣量增加 這個我個人是沒什麼感覺 面包飛行船等玩家資源夠了也是建議蓋的 因為他可以降低我們熱氣球的探索時間 熱氣球主要是可以獲得我們強化配料的素材來源 影片的最後再來說一下配料的部分 我們這部影片一開始是有把生產的資源講得非常詳細 還有餅乾推薦開局的部分 接下來還有寶物還有地標 最後面的話就來講一下我們配料的獲取途徑 相關配料的建議在我先前的配料影片那邊已經有詳細的說明了嘛 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這邊就簡單來跟各位玩家來講一下如何穩定的來刷配料 這邊要注意一下配料的特性 關卡的話它是每五關為一個循環 比方說6-1這邊是掉了我們這個高階跳跳牛奶糖 是提升餅乾的攻擊速度 還有這個是性能式傷害抵抗 接下來跳到我們6-6這邊 這邊也是掉我們的高階牛奶跳跳糖 還有傷害抵抗的部分 這個是五關為一個循環的 比方像我們6-2 這個的話是掉我們的復盆煤 還有我們這個是那個減少暴擊傷害的嘛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6-7 這邊的話也是復盆煤也是抗爆的 這邊的話就是五關為一個循環 看各位玩家你自己的進步到哪裡 然後我們來穩定的來刷配料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關卡8-29 主要的話是掉我們的攻擊跟傷害抵抗 這個關卡的CP值超級高的 因為攻擊跟傷害抵抗在我的配料影片非常常出現 所以玩家們如果你進度可以到第八章之後 想要刷配料的可以定居在這個關卡慢慢的刷 如果是要求經驗值的玩家優先建議的話是以第10張優先 往後我們其他的關卡如果有新增的話 當然就是越後面的關卡給的經驗值越好嘛 只是目前如果真的是要刷我們的攻擊跟傷害抵抗配料的話 建議的話就是我們的8-29 那至於冷卻的部分的話因為冷卻他其實也沒有特殊的關卡 各位玩家可以依照就是每五關的那個循環 然後來尋找一個你目前的戰力最適合可以刷冷卻配料的關卡為主喔 我們整個新手入門的懶人包影片就到這邊 影片收藏歡迎各位玩家使用時間軸來看你需要的地方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